大型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七大主题特别关注 和谐的大根大本是什么 过人的风暴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然后晓得整个世界 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金刚经》上所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那么你看到也好 听到也好 你心底清净 如辱不动 一尘不然 你就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的人 不早已 心底清净死亡 那么在您看起来 现在科技高度发达 大家相信科学家 那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 这个最高的智慧 在您看起来 我们人类目前所认识的 整个宇宙的真相 达到百分之多少了呢 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 永远在灵那个地方 没有进一步 百分之一都达不到吗 达不到 为什么呢 梁肃明他学佛 他都知道 大成教里面 讲这个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 人的智慧比不上天 天比我们聪明 天有神通 天有武通 路径通没有 其他的都有 他能飞行变化了 他能分身 那比我们能力强多了 佛家将的智慧 是将禅定 库学家没有定功 定身会 会才能解决问题 会解决问题是自然的 就是本能 既佛家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 智慧得相 是本能 用不住学 你只要把你障碍去掉 现在心浮气躁 把你的本能 完全障碍住 所以科学家说 他没有离开妄想 没有离开分别 没有离开执着 那么换句话说 对于宇宙的真相 他没有办法了解 那如果有一些老师 或者是学生 请教您这个问题 说人类认识的程度 只有百分之一都不到 对 那么崇尚的这个科学 在您看起来是什么呢 佛经里头有科学 有科学 你比如讲 佛讲这个宏观世界 微观世界 现在讲太空物理 量子力学 在佛经上全都有 比科学家讲的还相细 还奇妙 科学家讲的 微观世界里面 讲的夸克 那么佛跟我们讲的是 夸克里头有世界 这科学家没发现 那个世界 跟外面世界一样大 所以进入那个境界之后 没有大小 换一句话说 宇宙之间没有对立 这个人不同 宇宙也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才是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原来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的时候 你能够贯通宇宙一切 对立是怎么 对立是你的妄想分别 执着里头建立的 你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 夸克里头有世界 一粒微尘里竟然还有一个大千世界 谁能理解得了呢 请听下面的朗诵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这位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已经85岁的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杨振宁 这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 您非是刹那时光 全部有个摁 二字兽 ,, �